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有人叫你 别答应 我小的时候啊 住在我奶奶家 这个家里边呢 只有我奶奶 我爸爸妈妈呢住在附近 主要是因为这个平房呢 只有这个两层 分成了后家 爸妈住一家 哥哥自己住后家 所以呢没办法了 我呀就只能到我奶奶家去住去了 兴许是因为近吧 再加上呢 我爷爷呀 也是早些年就去世了 我奶奶呢是半辈子守广 后来呢因为得了这个病 熬了几年 最后啊受不了这个折磨 也去了世了 那会儿奶奶已经六十岁了 平时就在自己家 对面那个学生食堂里边帮忙 我们这儿呢 有一栋初中 叫民族中学 这个学校里边啊 有很多从小村子里来这儿读书的 他们家附近呢 没什么学校 所以呢就都到这个中学里边来寄宿 这所这个少数民族 而闻名的学校 所以说来说呢 这个少数民族的人就特别多 后来我奶奶没在食堂做事 把她自己啊 把家里边这个厨房的位置 弄成了店铺 早上呢就煮些个糯米饭呢 肉汤片什么的 偶尔啊 也煮点这个溜溜面 这样一来啊 奶奶起床的时间又提前了 每天至少啊 是三四点起来 至今因为奶奶那个卖的早餐特别便宜 好多以前的民族中学读书的学生 回来看我奶奶来 虽然说人已经不在了吧 但是善良的人啊 总是让人能记得住 奶奶平时呢 很爱干净 那以前这老人呢 八九点钟就睡 我奶奶也不例外 说我奶奶那个床呢 是那种木头的 有围栏的那种床 也就是很久以前的那种床 这平时啊 都是用这个沙杖罩着的 听说是奶奶嫁过来的时候 我爷爷给坐的 我跟奶奶是各睡一边 所以奶奶就要求我呀 每天就洗脚 即使我洗了脚 我也得在她面前呢 重新的洗一遍 就为了这事 我天天呢 跟她吹胡的瞪眼的 其实我奶奶这个房顶上呢 还有一个隔间 不高 但是呢 睡一个人没啥问题 我到博家那个女儿 和那个隔壁的女孩啊 睡过一段时间 我好奇呢 也上去睡过 结果一晚上啊 都是担心那个老鼠 爬到我脸上 得了 最后我就乖乖的 又回到我奶奶去了 由于我奶奶这个早上三四点钟 就起来给学生们做早餐呢 这一般呢 九点之前就得睡觉 我奶奶这人有个毛病 说梦话 梦里边呢 一直叫我名字 同一会儿叫我的时候啊 我感觉没什么 我就说 叫我干啥呀 我奶奶没答应我 还又继续叫着 我又回了一句 还是没回答我 最后太困了 我就睡着了 白天的时候呢 我还是回自己家去吃饭去 我就跟我妈呀 说起这事了 我妈也没觉得怎么惊讶呀 就说了一句了 你奶奶说梦话 你就当没听见 也别答应他 后来吧 我就没问什么原因 毕竟那会儿还太小嘛 再后来我奶奶说梦话什么的呢 我就全当没听见了 有天晚上 我那会儿是读小学的时候 刚好那是换了牙 这半夜里边啊 发现这个牙会摇晃 所以没开灯 我就起床了 去这个摇晃牙齿去了 别说你没摇晃过 奶奶那个房间和厨房中间呢 有这么一面镜子 平时都是梳头啊 比较多 我就趁着外边有点月光 就在那一边照着镜子 一边弄着牙 行的是 我赶紧的把它抠起来 那会儿大概是半夜12点左右 我看了一眼镜子旁边上 挂着的是我爷爷 还有我太爷爷的照片 当时就感觉有点恐怖 就在这会儿 外边下了雨了 我奶奶家那个窗户呢 是用那个熟料纸糊的 能看着外边有人影 在这个雨声当中啊 我就感觉有一个人影 在那慢慢走呢 倒是我吓得也不摇晃牙了 赶紧拿手捂着自己的眼睛 但是又想到什么事的 于是就把手指啊 移开了脸 从这个手指缝当中啊 我就看着一个短头发 身形不高的这么一个人 看着吧像个男的 正想着靠近点看的时候啊 那个人影突然就说了话了 花婶子你在吗 很低沉 不带感情的那种 他一直这么重复着一句话 喊着 我转间一想 这花婶子应该就是我奶奶吧 我奶奶名叫林菊花 以后这个名字带花的特别多 还在想着这么晚了 还有人找我奶奶来 这肯定是需要帮忙啊 当时外边还下着雨呢 我慢慢的一个人走到这个 大门口 我这心里边还是挺害怕的 那个声音还在喊着 一直萦绕在我的耳朵边上 我慢慢的把这个锁扣 一点一点的拉开 快打开大门的时候 从后边伸出了一只手 直接把我拽到一边去了 当机立断的又把那个门船吞上了 当时可把我吓坏了 我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我转过头来 用惊恐的眼神 看着我眼前一个白发老人 我认真的仔细一看 居然是我奶奶 他什么时候起来的呢 我怎么没听着啊 正想着开口 跟我奶奶说着 外边有人找他的时候 我奶奶一把就把我嘴给捂住了 轻声的在我的耳朵边说 别出声 赶紧回床上睡觉去 到了这一会儿 我才感觉到有一些不对劲了 赶忙屁颠屁颠的 又跑到床上去 把这个头啊 用被子蒙着 裹得紧紧的 其实心里边是害怕的 没过一会儿 奶奶也回到床上了 当天晚上 我是啥也没问 一半是害怕 一半呢 是困意大果好奇 最后还是迷迷糊糊的呀 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 奶奶很慎重的告诉我 那个人呢 其实是一个亲戚的儿子 说是自杀死的 用那个装油子弹的枪 一枪结束了自己这个生命 没跟奶奶睡觉之前呢 这个是人是鬼 也不知道的东西 就经常半夜里边 到我奶奶家外边 来喊名字了 我奶奶家在这个马路旁边啊 我们家又跟那个亲戚走得近 那所以呢 兴许是习惯 兴许是其他的什么 反正奶奶跟我说呀 以后遇到这种事呢 全都没听见就好了 那时候还小 所以这个心呢也大 也就没怎么往心里边去 后来每天晚上 即使是猫叫 我都不在搭理它 其实那个猫的叫声啊 有的时候啊 它特别的像那个 婴儿的哭声 有听过的人应该知道吧 那种声音呢 就是让它让你们心里边啊 毛毛的那种感觉 好了 这就是 有人叫你 别答应的故事